嗨,大家好,我是菲文青 今天想来跟大家谈谈龚本辉的幽俊 我第一次认识龚本辉这作家是在胡说文言讲上 他将龚本辉的幻之光说得动人 那颇光灵灵的海跃然于眼前 当下我恶话不说就上网买了幻之光 读完幻之光后喜欢的不得了 于是开启了我风靡一读龚本辉作品的开端 接着我又读了川的三部作 泥河 银川 道顿绝川 还有锦绣 春之梦 避暑地的猫 梦见阶等 龚本辉建立一种不同于往昔阅读过的日本文学家作品 他笔下的人物带有丰沛的生命力 在他的作品里没有一个扎扎实实的坏人 维尔也是命运齿轮推动下的不得不 在龚本辉不带批判的但比勾勒下 每个角色皆散发爱与希望的光辉 读者读者都觉得龚本辉所书写的一切太美好 美好的让人舍不得复视结束 龚本辉笔下刻画的就是这样无限温柔的世界 从前读龚本辉的时候 个人私心最喜欢幻之光与锦绣 两本的篇幅都不长 所以我一度以为龚本辉还是写短的好 直到我读完上下两册的龚本辉长篇作品优俊 完完全全推翻了我前面的想法 龚本辉不仅能写长 还能写得这样精彩绝伦 让我读得废情忘实通宵打蛋 读龚本辉优俊在后季里写到 因为儿时读了马格丽特亨利的《风之王》 讲述知名马种高多芬阿拉伯马的传奇故事 种下了想写幽俊的念头 书名幽俊两字更是直接沿用了日本的赛马杂志 幽俊的名称 幽俊让龚本辉成为了 纪念史被改编为电影作品 也就是1988年由山庭成道指导 齐藤游贵和旭芳职人主演的 幽俊·欧拉菲尔 幽俊故事开始于渡海牧场 厂长渡海千兆赌上了 《御马生涯》最大的赌注 将优秀母赛马花艷 与美国进口的高价位种马拉迪米尔配种 配种倍之高几乎是以牧场的存亡作为赌注 而后诞下来被命名为欧拉菲尔 西班牙文的祈祷之意的小黑马 小黑马体内流淌着 纯种马三大始祖之一 高多分阿拉伯马的血液 在众人气盘下踏上了赛马之路 幽俊故事每个章节 分别由不同的叙述者的角度切入 最初是御马的多海牧场 由国阵的角度去观看小黑马诞生 再来是写 买马的马主和具工业社长和具平巴郎与其女九美子 这里的马主有点类似马的赞助商或是所有者的概念 也是能够让玉马牧场继续生存下去的收入来源 更是支援马成为赛马最大金主 当然也因为马主的想法各不相同 有些只是想要拥有自己的马 或是西季获得比赛优胜的荣耀 有些则是将马当成另类的身材工具 赛马也会因此受到许多不胜理想的对待 而赛马的育成 还与玉马的牧场 是否有辽阔的空间放牧马匹 是否有足够肥沃多样化的牧草攻击 好使马匹能够成长茁壮 还有马匹的救务员如何观察马的状态是否健康 训马场的训练 与赛马场上与骑士的搭配等等 非常喜欢写到了骑士奈良武郎的段落 读他的故事总局的悲伤中带有温暖 训马师的成长是禁欲而孤独的 克制成长与食欲 为的是让马度重更轻 书里甚至写 很多上了年纪代谢不好的骑士 就算戒烟酒也容易过重 常常在赛前要饿上几天 闷在蒸汽室好酒 会着一两公斤弄得两眼浑花上场 那样的骑马简直是在玩命 因为青春岁月里失去的多 成败都只能靠赛马 使得骑士出现后 对于抢夺赛马与真胜变得偏激执着 幽郡由祖先欧拉西翁 这匹小马带起了整个故事的发展 渡海牧场的渡海千兆 与儿子伯正对于扩大渡海牧场的一个梦想 还有马祖和聚工业的社长 自身指的病况 任性的千金小姐九妹子 有一些成长上的转变 还有一路靠着并吞小企业壮大的和聚工业 又如何面对他岌岌可危的经营 还有吴金正的秘书多田 如何辅佐他的社长 还有他的身不由己 其中非常大的篇幅在写 骑士之间的竞争伤害 耳于我诈 还有赛马报记者与赛马赌局的商业模式 总统片段 龚本辉以这样片段拼凑出了一整个赛马产业的轮廓 赛马是一种残忍的博弈行为 但你不得不佩服龚本辉 他收入大量的资讯 做了相当仔细的研究 在故事中 细笔去处理整个赛马产业的环节 让读者能够一窥 缤纷多彩赛马世界背后的崎岖 看似写赛马的一生 实则更写人性 尤俊真的是龚本辉不能不推的精彩长篇 强烈推荐 值得一读 现在我们收到还买得到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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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